是导演找我的 这是可以说的吗 我有个朋友 我想说这么管法 其实是因为我第一季有过 之前参加海选的经历 可能给节目组留下了一些印象 然后这次呢 导演就过来问我说 有一个机会看看能不能 想过来参加一下 一开始我有看到这个节目的报名 但我没有报当时 因为其实这个节目是关于投行金融的 那我本身是做AI算法的 就是做程序员这块的 就跟投行其实搭不到任何边的 一个两个行业嘛 我有个朋友 他只报了 然后他当时报的时候 我看他去 我就说那你也帮我 把这个报名表给这个导演吧 他就给不成 然后就在末尾时候 就是报上这边 这个我也是刚大学毕业嘛 然后所以说其实 华台的这个offer 其实我还是非常 怎么说对我来说还是很重要的 然后呢第二方面就是我觉得 趁自己还青春年少 还有时间 然后还有精力 然后能够参加一个节目去 记录一下自己的年轻的时候 然后也有这个体验 我觉得主要是这个原因 就第一个肯定是 想从事投行这个职业的 并且想长久地做下去 第二个也是希望来这个节目 可以从第三视角 观察一下自己 由于我的这个专业的背景的 还有学历的原因呢 可能我一直没有机会 能到一个比较好的投行去实习 然后我想到有节目这个机会 相当于是在我毕业之前的 我觉得可能是最后一个机会了 我觉得我一定要抓住 看到这个机会是在一个 头部的券商 然后又是在熟悉的投行板块下面 去做我不熟悉的事情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 让自己在这个过程中 能够去学到很多东西 能够去扩张自己的整体的 这个能力范围的 这么一个好的机会吧 我觉得 第一个因素是在于说 其实自己之前做的实习 或者说未来想要去 获得了一个就业方向 其实是跟投行相关嘛 第二个原因是因为 我觉得其实 能够通过这样一个节目 有不同的角度去看待具体 第一个是我个人会比较喜欢 华泰这个公司 然后第二个是知道这一季 是投行季 所以说我个人的职业发展上 可能是想偏向于做 未来做投行方面的工作 然后想挑战一下自己 举办这样一个program 让我们去在这里面 做不同的项目 然后能够让我们 和不同的人去合作 在这个节目里面 这些导师 能够给我们很多 职业上的建议 然后他们也能够 在各方面看到我们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 这个对于我来说 是一次非常宝贵的机会 我想抓住这次机会 能够更好地提升自己 我来说 我们下期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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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见